士兵和他匹马 打仗的时候 有个士兵给很多燕麦自己匹马吃 将他照顾得很周到 都是想他身体强壮些 挨得住艰苦的战地生活 和必要时跑得够快 可以载着自己逃离险境 但是长仗一打完 那士兵不单止什么粗重东西都给他做 你都不理下他 还餵了骨壳给他吃 到战争再爆发 士兵就同匹马装回马鞍 戴回龙头 然后自己着着沉重的链甲上马 骑着他上战场 但是那匹可怜的马 已经饿到只得半条命 被他那么重一压下来 就压到躺下了 然后跟他说 今次你要自己走去打仗啊 多得你做到我死死下 又给了那么劣质的东西吃我 一匹马已经轮落到变了一只炉了 你以为眨下眼就可以变回做马吗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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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